我们来看一下if这里 综合平定里面 当然一般习惯是及格不及格 平均成绩 如果及格不及格很简单 就插入函数 利用什么呢 利用逻辑这个函数 if if里面特别注意 它的成绩是不是大于等于60分 如果是的话那就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合格 反之的话就是不合格 大于等于 这边找个等于 好 按个确定 放下贴码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不过如果说 一般我们会希望把它改成 一般在学校打分数都不会打几分 而是打abcd 所以如果80以上 a 70 b 60 c 下 d 如果今天我们的统合平底 这边说一个多重 好了 给大家重做 那这个地方是牵制到什么 因为如果一个一句 只能看到两个 那可是你这边会有 总共ac有四种 逻辑的话 那其实你就必须要动动 四个 就要用三个一句 应该最后一个剩下的 L剩下的 那也就是衣服里面还在价值 衣服里面在价值 那是所谓操纵的衣服 去做多重判断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当然 一定是差别发数 不过是教会 一个比较简单的技巧 如果未来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习惯上会从上面80分先去判断 也是一样逻辑 插入这个地方 你一样可以用礼服 逻辑的话是这个成绩 如果大于等于80分的话 它是A OK 剩下来的话你就POSE POSE的话就BCD 可是一个格子里面 那怎么 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次插入礼服是从这边 第二次请你在从前面 跟那个下轻的里面 因为 如果你要按插入 盘速的盘速 所以如果第二次使用银的话 请你使用前面的下轻清单 在家里 标记得放在哪里呢 放在FORCE里面 选一幅 这个时候一样 平均成绩大于 这就变成第二个 70 那是B 剩下来的 再利用前面下拉清单 一幅 这个平均成绩大于等于60 那就是C 反之的话呢 就剩下来D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公式就是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一个 如果你有四个条件 就是三个一个 那确定 那把它自重 好了 向下轻盘 做 OK 这样的话 楼梯看懂了 很快就做完了 好 所以以后呢 多重逻辑也更担心 然后两重 多重 如果你有很多条件 可能就一直切 一直切 那 这边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不要改成VBA 最好也是一样 不用像 像刚 多重逻辑 好 那当然如果说 你 这个公式 OK 还蛮好的 可是如果OK 你要花多时间 那也不简单的方法 最好也是要一进完成 或者插入一个 什么的成绩函数 那个成绩函数呢 你只要给它一个成绩 它就变你一笔心就好了 好 可是现在是没有 但是你要怎么把它 做出来 好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 成绩评定 合格不合格比较特单 成绩评定 加一个多重 ABCD 那再来就是 VBA OK VBA的话 刚刚有学到的 只是说呢 刚刚学的里面 没有逻辑判断 那我们如果把 那个VA里面呢 再加上逻辑判断 好 逻辑判断在VBA里面的解法 又是如何 这个我想各位先 把那个 ABCD就会先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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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试试一下 你 你 好 好 好